2024年中国羽毛球大师赛与北京时间11月19日到24日在深圳体育馆举行 赛事级别为Super750没有资格赛 这次组委会为了提升半赛水平和选手的积极性 提高了世界羽联规定的奖金标准 原Super750级别赛事奖金为85万美元 这次提高到了115万美元 其中单打冠军从过去的59500美元提高到了80500美元 而双打冠军的奖金从过去的62,900美元提高到了85,100美元 相当扩绰 但根据规定赛事积分不变 从冠军、亚军、四强、八强、16强到32强分别为 11,000、9350、7700、6050、4320、2660 北京时间11月18日 世界羽联更新2024中国羽毛球大师赛签表及退赛名单 因为南丹大种子耐良刚攻大的退赛 使得种子千位大调整 国与南丹成为受益者 原本石宇奇和李诗峰在第二轮就有可能提前会师 经过变动之后 至少在半决赛以前是不会相遇了 目前石宇奇和李诗峰都还没有确定入围总决赛 如果提前相遇 就会有一人陷入失去总决赛名额的危险中 请跟随中国体育比赛传奇看一下各单项退赛名单及补位情况 南丹退赛补位名单 奈良刚攻大司退赛乔纳坦6 李诗峰拉甲瓦特 清廷退赛苏利扬 从签表变化上看 李诗峰原本首轮对阵印尼选手斯科 有可能在第二轮和石宇奇争夺一个八强名额 在奈良刚攻大退赛之后 乔纳坦获得了日本一哥的种子位置 而李诗峰作为参赛名单中排名第九 第一补位种子的选手 获得了乔纳坦的签位 首轮对阵林俊逸 不过这样一来 第二轮有可能或雷兰西相遇 陆光族首轮对阵田中勇士 第二轮或将遭遇乔纳坦和洛剑右之间的胜者 汪红阳这次没有再继续退赛 也打破了此前网上 有关被禁赛的谣言 在总决赛名额上 和中国选手有直接竞争关系的李子佳 渡边杭贵的签约也不好 特别是渡边杭贵首轮就遭遇安赛龙 因此李诗峰很有机会超越他 搭上末班车 不过李诗峰首轮对手 同样是这次名额的主要竞争对手林俊逸 女单退赛补位名单 戴茨颖四退赛苏巴尼达格同巴 布桑南乌帕迪亚亚 奥远希望退赛劳伦林 戴茨颖继续退赛 此前戴茨颖在采访时说 今年一定退役 但目前只是申请了排名保护 退役战会在何时 并不明朗 韩岳和张义曼首轮内战 八戒四的时候 很有可能遇上头号种子安喜盈 王芷一作为二号种子 镇守下半区 有机会在巴金斯的时候遇上沈友震 不过沈友震同样会在第二轮 先遇到上周淘汰自己的马利斯卡 先进行一场复仇之战 男双退赛补位名单 桑德加德 托福特退赛 陈子瑞 林玉杰 男双签位变化不大 目前梁王获得总决赛席位的压力很大 第二轮大概率会对阵古塔玛 伊斯法罕 印尼组合目前总决赛积分排名在梁王之前 因此必须要战胜对手 四分之一决赛梁王的潜在对手吴是飞 努一组丁曾在北极公开赛战胜过自己 梁王需要一场一场打 务必取得好成绩 其他竞争对手 万伟聪 郑凯文 谢定峰 苏伟一等等都有机会 女双退赛补位名单 白河纳 李少熙一 闫永龄 中西桂应四 李怡静 罗许敏七 杨雅婷 杨佩林 詹佑珍 林纸君 在头号种子韩国李白组合退赛之后 日本组合闫永龄中西桂应去了四分之一区 使得李怡静 罗许敏的四分之二区实力大减 不出意外可以顺利晋级四强 而四分之一区高手众多 其中不仅有两队重组的韩国组合 还有经验老道的福岛游记松本麻佑 另外贾依凡 张书贤也作为六号种子处在四分之一区 竞争激烈 下半区二号种子刘胜书 谭宁首轮对阵金昭映金宝荣 顺利发挥在四分之一决赛 遇上陈康乐 蒂娜 后者首轮还将遭到中国年轻组合丁科运 王一朵的挑战 混双 没有选手退赛 不过国语选手千位分不均匀 只是蒋镇帮 魏亚新和程兴张池相遇的早了些 长期一轮游的混双组合周志宏 杨嘉宜暂时拆队 希望能闯过首轮吧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 最后也别忘记订阅中国体育比赛传奇 一起为国语加油 阳光芯 明镇 的盗 明镇